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五仔 他是Ivan 我們的財經專家Ivan 他跟我討論一個話題 其實工作只是一天八個小時 怎樣可以在不工作的時間都幫你賺錢呢 另外他又想跟我說 其實賺錢和這個溝女很相似 我想說你一定要喜歡賺錢 意思是你喜歡你財富增值 你將你自己的能力貢獻社會 或者將你的能力跟別人交換 其實錢是什麼呢 錢都是跟別人交換能力 交換你的價值 其實我很怕跟別人說錢 因為說錢不是相感情 說錢人們就會覺得 你很功利 我都是心靈腐足好一點 有的有的有的 很多人都不喜歡賺錢 真的打算那八個小時打工 或者九個小時 十個小時做完事 我回家休息就算了 所以每個月就賺到差不多的錢 沒有把財富怎樣增值 今天Ivan教我們 怎樣可以財富增值 還說是24個小時不停賺錢 有什麼見解呢 因為我看到網友只是炒港股 美股就更加興奮 你怎樣也要買些 沒有辦法 睡覺的時候 其實要別人 因為你八個小時做事 是用自己心努力去賺錢 其實你是在幫別人 是的 可以解決問題 打工是 是的 其實怎樣打工 好了 說打工 不如說打工 你怎樣才能賺到更加多錢 正常來說打工仔 升職加工 通常你的工資是怎樣定 人工怎樣定 現在人均中位數多少錢 我大概不要少過他 多他多少錢 就算是高 很慘 現在好像跌了萬八還是萬九 萬九至二萬 人均中位數 跌了一千元 是嗎 這樣肯定是 這麼多人失業 但是香港平均 這個是中位數 但平均公資是四萬元 大家知道嗎 這樣說 所以說貧富懸殊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怎樣幫別人解決問題 因為我本身也是一個老闆 其實我會請一些員工 就是幫我解決問題的員工 這個很重要 因為他不想搞 他就找你幫忙 當然 當然 你在那邊有專長 所以你幫到他 所以英國流來這些制度 例如會計師 律師 都是幫人解決一些比較大 或者大範圍的問題 其實如果你的能力 能夠去不斷提升 是你賺錢的能力會增加 但是問題就是一個問題 就是社會給了什麼價錢 受一個心理學的影響 就叫做 Anchoring Effect 好 先說到這裡 先介紹Ivan 其實他是這本書的作家 給你老闆早退休 很多網友都已經買了他的著作 是你給老闆早退休 哈哈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說錯了 他真的是作者 所以他認識 大家可以訂購這本書 看看Ivan對財經有什麼見解 再說 剛才你說的心態的問題 Anchoring Effect 就是Power效應 因為別人收萬八 他收兩萬 所以你定了價是萬九 或者教琴 那個收四百 那個收五百 那我就收四百五 不是啊 我覺得我自己可以 收五百 其實每個人都會受別人的影響 別人給什麼價錢比較 很正常的 就是買樓 那你一定是 別人出什麼價錢 附近有什麼成交 那些人給什麼價錢 那你就跟他打 對 對 經常看樓 經常看 對 你通常掛什麼價錢出來 跟別人差不多市價 或者他怎樣引你進去 通常給市價便宜 市價便宜 或者說包食包住 不用本 五年任食任住 沒有這些的 有的 有的 寫到自己說白食多少年 有的 有的新款說白食 白住多少年 有這些 對 給5%就可以了 很多這些新款 其實是否賺人欠了 那大家自己自仁叛亂 但是我想說回 就是 剛才說Power效應 Power效應 意思是別人給什麼價錢 出什麼價錢 你就給差不多的價錢 所以你看到窮車極似 那些什麼 奢侈品 那些奢侈品 壓錶度超高 你看到有幾隻牌子 今年還升了很多 是 你看到他們永遠都是 將定價 微微移動 或者定得高一點 是 都是想你的感覺 貴一點 貴一點 奢華一點 奢華一點 是不是 我不是教大家 我在老闆面前說 我值四五萬 十萬八萬 你比起 我不是這樣說 我只不過說 其實人的慾望 是沒有無盡的 是 但是老闆的袋 都是 不得那麼多 都是得那麼多 但是當然 你幫他找到方法 或者找到生意 你就會幫他找到錢 而他也會給你更多 很多人 我發現打工 就是 不喜歡想想 怎樣幫老闆賺大錢 打工仔 哪有這種心態 很多打工仔 都是 你給我一份糧 我回來吃幾個小時 做夠我就走了 但是 很有趣 例如銷售的角色 如果他銷售多些 正常 多些佣金 應該是多些佣金 或者多些 ONUS 所以說要多些 跟這些人聊天 我上次有個朋友 上來聘請 做電訊的銷售士 我們已經說明了 銷售得好 一個月有六位數字 因為我的朋友 都是每個月 在代六位數字 然後很多網友 來吵 你又不說一下 你銷售不到 他只是想他差 他只是想他銷售不到 他只是想他腦底不夠人多 是 糟了 他最差 他比打工正常還差 他永遠沒有想自己是一個厲害的人 是 其實沒有的 你的能力 人的慾望是無窮無盡的 老闆也想你幫他賺多些 是我拿 你說 但問題是人的能力有限 人的能力 喂 OK 當你的能力 比你慾望高 你當然開心 是 你找到你要的東西 是 是 但你的慾望大過你的能力 我先給阿伯仔看看 你的慾望大過你的能力 怎麼辦 那就有落差 是 是 有落差 你幫不了社會 你幫不了別人 你幫不了解決問題 其實是永遠來的 是啊 老闆 其實什麼時候都是 你的能力是 比你老闆的慾望 賺錢慾望 那就很棒 就很棒 就很棒 你慾望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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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樣說 我意思是真的要想方法 這是第一件事 我覺得牛年大家一定要做的事 就是幫大家賺多些錢 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能力提升 自己提升 不要覺得自己是個廢柴 真的要資源增值 我們要坐好車 像阿伍仔那樣 你就做一些副業 找一些不同的收入 是不是 其實每個人都有可掃之處 可以將自己的財富增值 所以改變自己的能力 改善自己的條件 是第一步 第一步 第一步 賺錢 第二步就是 心態一定要好人 要好人嗎 不是通常說那些仆街 騙了人的錢才賺錢 對 我剛才說 你要跟別人換價值 如果你價值低 你怎樣跟別人換價值 其實沒有 所以是的 有些人之前 水了幾魂 沒有什麼信用 現在來找我做事 我簡直不理他 真的 他騙了一次 騙不到第二次 因為他覺得你價值高 他覺得你價值高 他想問你 求你拿價值 但是你覺得他價值低 當然 你從他拿不到價值 所以其實不是說 有錢和有錢的人玩 是不是一定是最好 或者什麼 但是 和一些正能量的 開心一點的人 我們這些 比較積極一點 是的 漂亮 謝謝 幫大家想想 如何賺大錢 對 怎樣也好 至少 正能量向社會 貢獻多些 我們大家都可以賺多些 有些人說幫你賺大錢 但是 吹水多 是嗎 那些都是吹一次半次 是的 那些浪費 馬太福音 我不知道 我沒有信教一下 馬太福音也說 你越少 你越稀缺 你越窮 就越貧窮 你越負出 就越多錢 永遠都是這樣的 是的 所以 你一定要想方法 去付出多些 你問多些人意見 跟別人合作 很有趣的 這個世界 你不肯跟別人合作 你只想保護自己 是的 我拿 你永遠就是 混在你自己一邊 是 每個人都想保護自己 付財產 銀行的戶口的錢 你的股票 保護什麼 大家是不是真的保護到 大家想想 這個心態我都有 我自己做完 那些事 我為什麼要跟別人合作 我抄的 在哪本書抄 我不知道 紅包包褲包 不是 是迷藍法則 我迷藍法則就是抄這個 不是 我們抄迷藍法則 哦 其實要保護自己 這個叫社交平衡 社交心理平衡 你保護自己 意思是你保護自己 你令自己 感覺好 找到自己的價值 先告訴別人有價值 不要每次都吃虧 別人叫你 請你喝酒 那些女兒叫你 請你喝酒 請你喝酒 你請不請 那本書折叫大家 不要請別人喝酒 是 是不是 當然 別人看尾 看尾 看尾 先保護自己 意思是你對自己有信心 先找到自己的價值 然後你把價值和別人分享 要和別人合作 才是一個最大的 增值自己的方法 要和別人合作 你覺得要賺錢 對 很多人都不願意和別人合作 真的 我也是 我也是 我真的 我現在和別人合作 但我之前做什麼 我要一個人 但我都覺得自己不是什麼 其實我不太擔心 因為我們都認識了很久 很久 我忘記了幾年了 就不至於內褲兩個人穿 不是在窮飛龍的婚禮上認識 在窮飛龍的婚禮上認識 有唱歌 忘記了 但真的 大家認識相識 所以 大家都是 開開心心地合作一下 合作一下 沒有什麼機心 我出這本書 都不是為了賺別人什麼錢 真的 他知道我花了多少錢 搞這本書 對的 你是想分享你的獨特見解 因為 我知道Ivan 他除了音樂之外 他的興趣就是做投資 做理財方面的知識 所以 他有個心願 大家合作去搞搞 你有多話說給網友 吹嘴 我也喜歡吹嘴 所以大家合作 就可以做到這個雙贏局面 所以剛剛說了第二個點 大家一定要跟別人合作 是不是 要增值自己 好 第三點 就是 怎樣用這三個方法 可以令自己 財富增值 五仔 你看到他一向有很多影片 這是一個零變一的過程 我是零變一 零變一 零變一的過程 又沒有變有 對 你可以說我吹水 你吹你也吹得好 當然 很難吹的 十幾分鐘不斷鏈 你試試 大家看過TVB 你會覺得今天廣告 或者那些新聞 是 那你怎樣把A變A加 怎樣A變A加 就報得好聽一點 加粗口 加粗口 哈哈哈哈 即將一件事 A變A加 又是另外一個 這個決算是甚麼 這三個波波 三個怎樣財富增值 即是你怎樣可以增加 你的收入財富增值 要是0變1 要是A變A加 0變1是最賺錢的 沒有iPhone 你有iPhone 那我當然要賺錢 以前沒有那麼好用的電話 他也有這樣的電話 但他絕對是A變A加 但他多了很多新的功能 對不對 0變1 另一種就是 五仔比較適合甚麼 就是A變B 我是A變B 對 即是你別人報新聞 這些很informative 就是這樣聚述 滿到抽筋 是的 現在從一個灰鞋的角度 另一個角度去看這件事 不是我發學是怎樣 人生是怎樣 就變成A變B 我有A變B 我做了這兩樣東西 你將它分析了 將這件事分析了 就是A變B 你給了一個報告 或者給人家分析 對 我看法不是這樣的 這些都是一個A變B的過程 其實這三個方法 我用在我們生活 或者投資 工作都可以 是的 我就這樣 將這三樣東西 增值我的財富 和我的工廠 都是這樣的 我們公司都是用這個方法 0變1很簡單 請多些人 是不是 是 你多了一個人 你多了一個價值 是 但是它不會突然說 一個人做兩個人的 是 不會A變A加 是 你放在不同的工廠 發現它某些才能OK 那就A變B 哦 好像很搞笑 很圓 但是其實 沒有東西的 你可以當我沒有說過 什麼 但是真的 怎樣可以令到自己 你的財富增值 你的能力增值 絕對是靠這三樣東西 因為老闆通常會喜歡你0變1 因為那天是最賺錢的 老闆喜歡你嗎 即是喜歡打工仔 是的 即是0變1 即是沒有單變有單 哦 或者你多了一盤新的生意 幫他思考新的生意 或市場幫他思考新的事 對不對 A變A加 老闆說 你抄我 我想出來而已 對不對 做得更加好 是的 其實每個人都叫你做好一點 叫你加班叫什麼 誰不懂A變A加 問題就是這個回報很低 你做八成的事 你回報只有兩成而已 是的 所以大家要想 怎樣可以想一些新的想法 新的東西 做一些新的設計 但是呢 我想說成本是高的 即是永遠0變1是成本高的 所以大家就是 怎樣可以把你的財富 你的本 放在這三樣東西不同 你要分散 一定的 哦 是的 但大部份的錢 我覺得最容易是A變B 大部份的錢就是A變B 是的 即是把它變成資產 A變B 真的意思 例如你把錢 你變成樓 是 你不會說A變A加 你轉了其他貨幣 會突然變好 是 你錢賺錢 說得容易 說得容易 你買股票 你想到股票 哇 實踐 喂 他也可以死給你看 是的 所以怎樣可以把你的錢 轉不同的模式 其實最好就是變資產 這個最好 就是A變B 是的 你換了不同的方式 就算你說好像退休的生活 這樣 你也可以有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角度去看 對不對 你換了在東南亞 任何一個國家 你香港賺的錢 絕對是多得不得了 是的 你拿幾百萬 外國周圍撕都可以 是的 但你香港一千萬堆 還是很窮的 香港當然 真的 是啊 所以大家也要想這件事 大家都要想這件事 把自己A變B 是的 人的慾望無盡 沒有辦法 慾望無盡 但能力有限 是的 Ivan 以下再教大家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大部分人收入 大家看到收入都是這樣的曲線 你年輕的時候 你未必有收入 或者是靠你家人給的 對 但是當你出來做社會的時候 你就開始上了 中年的時候 應該賺最多錢的 正常是 因為你的能力和你的經驗 累積到你的財富 但是當你有些行業 手停口停的 你真是老了 你開始的能力 跌回去 是的 其實很多工都是這樣的 髮型師 什麼 賣衣服 很多都是年輕人工 是的 你以前一天可以剪幾十個髮 四五十個髮 你老了 你不是 一天剪十幾十個 健身教練也是 健身也是 很多都是 所以其實這種收入模式 是慘的 這種收入模式 是你手停口停的 當你能力上降低的時候 你就會跟著向下跌 我們為什麼要買資產 或者為什麼要找不同的資產 其實都是想你百年歸老 可以不同時間 可以做到 你的資產可以向上升 就不會跌下去 是的 還有你當然 你把收入儲存下去 這個當然 但是真的 每個人怎樣做 有自己的方法 就是剛才我說 你那些股票可以升幾百倍 或者三千倍 是不是 其實怎樣做 你都是要放在你的長線 你要耐心 是不是耐心 沒有辦法 因為不想老的時候 要自己很辛苦工作 出去收拾工作 對 所以那些一定要用這些方法 例如做網紅 其實做到網上程度 你也可以 你的曲線 你一起來 打平什麼走也行 網紅 我想嗎 我看會越來越多 因為訂閱會越來越高 我年紀越來越大 會越來越上升 因為我說的東西又不同了 肯定是 肯定是 因為他還會找人幫忙 這種形式就是 傳統藝人 你說真的跌下去 你看楊千華那些 所以你想想這個疫症 或者這個時勢 你這個曲線肯定無緣無故跌下來 你怎樣爬上去呢? 可能退休年齡後退休 會啊 退不到休 你現在賺不到錢你怎樣退休 是嗎? 所以我們要想方法 要怎樣將你的專業 例如你的專業再提高一點 你向上再修正 即是要再資源增值 再提早了 但有時候 你不想那麼辛苦努力讀書 或者你不想做專業 要去到幾專業 沒有優子 你拍戲 你的演技再怎樣突破 都不關事 有時候要靠運 但有些事情是很公平的 大家都是24小時 是的 你的資產 你買了就是你的 如果你眼光是好的 你肯用腦去想 和別人合作 或者想想 多些收集不同意見 其實你是將這些資源 重新再分配 你的資源集中在一些重要的東西 其實它將來都會這樣向上升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賺錢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方法 另外 這是講賺錢 但問題就是 支出 大家的支出是怎樣呢 如果大家的支出還是 你小時候也有這麼多的支出 但家人會給的 但你的慾望可能向上 不斷花越多 但是老了的時候 你不是啊 你害怕 你害怕 你會覺得自己 我不用賺這麼多 通常都是這樣的 是的 但我現在中年已經去到這裏 但是很可憐 例如這一塊 你找多了 是的 找多了 你要搬到這裏 給老的時候用 是的 你老了賺不到錢 是的 所以你要怎樣儲這筆呢 如果你的資源 你的資產 你的資產 向上升 那你大把 你可以用 後面不用害怕 是的 所以大家 一定要平衡 你的資產 平衡你的風險 你一定要把你自己的錢 某部份 放在這些資產 那怎樣去 那怎樣去放呢 其實現金不用太多 現金用來用一下就可以了 其餘那些就全部放在資產 等它升值 是的 是的 想著買什麼 你就不說了 哈哈 教人心態 應該是這樣做 我講的那個號碼 我不是怕輸 我不是說什麼 基本上 其實他們都不知道 那些東西升不升 是的 不要傻了 其實他講那些號碼 給你聽 他知道它發達了 對 基本上是自然其說的 OK 所有什麼圖表派 三高一低 死亡交叉 實穿 沒有這些東西 那個交叉什麼 那些是假的 去到那個位置就會彈上去 那些不是的 即是你說什麼移動平均線 他只不過講歷史的事情 是的 突然間有一個消息 整上來的 神犬皆升就可以了 是的 突然間有 日吉利時 有核事故 災難 是的 一無所有 哈哈 要跌的 有什麼奇 大家有沒有猜到 昨天日本會怎樣 前幾天 日本地震 地震 竟然會上升 猜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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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知道 可能政府支持 你之後才看到 是不是 你永遠不知道 所以不要猜 猜一下 其實長線會升 你應該拿大堆不同的資產 這是最正常的 那長線應該是會升的 看世界一定是這樣的 除非是打仗 是的 所以為什麼打仗走路 你都要拿著 走路 是不是 所以 錶也要有 是的 所以 你真的是 一個非常積極的投資者 勸網友 其實現金 你換了其他 我們窮 所以什麼都拿 你不要這麼說 真的要什麼都拿 這個事實 因為當你去到某程度 你要分散風險 沒有辦法 是的 那真的可以 不是只是上班的時候 幫你賺錢 其實上班的時候 那些錢應該就儲了變資產 等你老了的時候 有一個 好的 退休生活 不是老了才來 又怕沒有錢 找不到錢 縮縮縮縮縮 還有 大家一定要信複式效應 就是複式效應 我只管你幾個%都好 最好當然是 有20% 30% 當然好 我也想我給你錢 給我30% 我和你複幾下 然後要比股神更厲害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目標 最少我覺得你的目標 每年都是要把你的財富增值20% 可以才行 難吧 當然不行 其實不是那麼難 不是那麼難 我覺得 留下一次說 因為現在都26% 好 嘩 你說這麼厲害的東西 一定要開個TOP 不要說壞事 一定要追著我們這個台 Ivan下次教我們 如何每年把財富增值20% 我下次還是問他如何追求女生 可以的 有錢有女的 我們別看會不會 可以進行 遇到一些 做藝術 nucle школ 在這個類似的這種 如果我們去看會的話 可以看會不會 by bwd6